- 嗨大家好這是肥波 - 這裡是VS Media - 想讓更多人看到你嗎? - 歡迎來投稿 - 投稿連結就在這邊這邊這邊 - 嗨大家好我是愛aka美女大主廚天天都幸福 - 之前做了台式早餐我們的古早味粉漿蛋餅 - 您還滿意嗎? - 我不滿意了 - 身為international美女大主廚 - 這次來換個港式早朝一定會有的爆餡奶黃包 - 又是個簡易版本 - 鬆軟的外皮 - 綿密濃郁的金黃色內餡 - 有滿滿的奶香以及誘人蛋黃味 - 雖然熱量多到爆表 - 但是很值得的吧 - 明天再減肥 - 材料里加 - 左半邊是奶黃包外皮所需的材料 - 右半邊是內餡 - 我這次直接用140克低筋麵粉 - 也可以用100克中筋麵粉 - 加上40克玉米粉 - 降低筋度 - 食用油的部分我這次用的是蚵油 - 也可以用豬油會比較香 - 都沒有的話一般植物油也可以 - 那鹹蛋黃我這次使用了4顆 - 奶粉可以增加內餡的奶香味 - 如果沒有吉利丁粉也可以用等量的吉利丁片 - 再事先用水泡軟 - 準備好就開始 - 先來準備內餡 - 把水倒進鍋子裡稍微煮滾 - 加入砂糖攪拌一下 - 全程用小火來慢煮 - 再放入吉利丁粉 - 攪拌至融化 - 最後再倒入烏煙奶油 - 融化後關火放旁邊備用 - 我這次直接買冷凍鹹蛋黃 - 省時又省力 - 先放150度烤箱 - 烤個6-7分鐘 - 初步烤熟烤箱 - 接著把鹹蛋黃碾碎 - 可以跟我一樣用刀子來碾壓 - 或是用筛網慢慢筛 - 都可以啦 - 方便就好 - 變成鹹蛋黃粉末後 - 倒入奶粉 - 如果有起司粉也可以加一些 - 接著把剛剛煮好的奶油液 - 分幾次慢慢倒入 - 再用筷子攪拌均勻 - 攪拌到差不多這個糊狀的程度 - 用保鮮膜包著 - 放冰箱冰兩個小時 - 換麵皮的部分 - 先把橡皮粉倒入水裡攪拌 - 再來準備一個大碗 - 把麵粉倒入 - 砂糖10克 - 蚵油或豬油10克 - 還有剛剛的酵母粉水 - 攪拌成團 - 稍微用手揉一下就好 - 用盤子蓋著 - 靜置讓麵團醒10分鐘 - 十分鐘後 - 把麵團取出 - 在桌上揉一揉 - 因為有剛剛靜置的動作 - 讓麵粉跟水充分融合 - 所以這個階段揉一下就光滑了 - 一樣放進碗中 - 用盤子或濕布蓋著 - 發酵1小時到2倍大 - 這時候剛好來處理內餡 - 冰好的內餡現在變成果凍了 - 用叉子下去稍微繞圈攪拌 - 均分成6-7小格 - 揉成球狀 - 用保鮮膜蓋著 - 放泡麵備用 - 發酵好的麵團來了 - 用手沾麵粉搓一下 - 沒有回彈就可以取出 - 大概揉個5分鐘 - 把麵團裡的小氣泡排出 - 揉成長條 - 從中間切下去看看有沒有氣泡 - 像這樣很緊實 - 沒有動動的橫切面 - 就可以夠關了 - 一樣均分成6-7小個麵團 - 把它們放在盤子上 - 用保鮮膜蓋著 - 避免水分蒸發 - 取出一個 - 稍微壓扁 - 滾成中間號四周薄的皮 - 差不多比水餃皮 - 再大一點點就好了 - 把一顆內餡包進去 - 包法可以參考我之前的水煎包影片 - 太麻煩的話也可以就這樣 - 把對角的皮壓著 - 慢慢把開口封住 - 要確定沒有漏洞 - 最後放上烘焙紙就好了 - 最後一次靜置15分鐘 - 以用蒸籠蓋著 - 都是一樣用保鮮膜 - 室溫放著就可以了 - 這時候先倒個兩杯水進電鍋 - 預熱一下電鍋或是蒸籠 - 清好的麵糰可以輕壓看看 - 會回彈就可以靜電鍋蒸了 - 計時10分鐘開始 - 嘩嘩 - 等等我們白白胖胖的奶黃巴出爐 - 他們發育太好都黏在一起 - 如果想要漂亮的圓形也可以分4針啦 鼻泡泡又眯眯的外皮 里头绵密又浓郁的内馅 满口的奶味 以及鲜蛋黄的香气 当早餐或是下午茶都超适合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 有想看的料理 记得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下次再见咯 拜